1989年的时候 余敏洪就在北京 他后来成了北大外语教师 长期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课 北大看了不顺眼 是吧 初以行政机构处分 结果余敏洪干脆砸了自己铁办完 一不做二不休 从北大辞职 发展成后来的中国最大的教培企业新东方 他是民盟成员 属于那种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高级支持分子 李舒福的吉利集团的事业版图虽然很大 除了中国大陆的既有生产者 还专门为伦敦生产的著名的黑色出租车 现在他还是奔驰骑车 戴姆勒集团最大的单一股东 李舒福本人仍然是个无党派人士 六四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 可能真的是李舒福跟这个余敏洪谈的也很嗨 忘记是直播了 不过这么大的老板本来就是有诸多顾虑 却也张口说出来 说明什么 中国人私下里谈及中共敏感话题 是口无遮拦的 也是随处可见的 甚至是好朋友吃饭都可能一起骂中共